好 這個修憲案昨天是在立法院朝野協商破局 民進黨立委爆料說協商破裂的原因 就是因為國民黨內不看好洪秀柱的選情 希望讓總統跟立委脫鉤選舉 但是國民黨今天是延遲否認 並在中常會通過核備提名洪秀柱成為總統候選人 要把總統和立委脫鉤來選舉 這是目前國民黨的策略 要延後來處理修憲 修憲案協商破裂 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民爆料 說國民黨因為不看好洪秀柱選情 希望用延後修憲來讓總統跟立委脫鉤選舉 國民黨立委否認 親民黨的李同豪委員臨時插話 這個也可以考慮的時候 我們賴是保執行長也說 這個可以討論討論 就這樣而已 但是因為這句話就把它解釋 說明成是我們想要脫鉤 這個是嚴過其始的 半年或一年前就這樣 然後希望說分開來選 那現在的狀況顯然比以前更加嚴峻嘛 所以這個聲音會越來越大 這是事實 對於有犯男立委因為不看好洪秀柱選情 才主張總統跟立委選舉脫鉤的想法 洪秀柱不以為意 杜絕外界雜音在不少中常委缺席的情況下 國民黨中常會下午火速通過 和被提名洪秀柱參選總統 中常會已經同意和被提名洪秀柱為本黨第十四任總統獲選人 那這個案子會提交到七月十九號的全代會來公決 發言的中常委都一直支持這個 這樣一個決定 那現在大家最關注就是後續如何的來加強輔選的工作 後續江宋七月十九號全代會通過正式提名 洪秀柱參選可說已成定局 但能不能真正團結黨內各勢力一起挺紅 還有待觀察 新唐人也有電視 田徑教 陳輝堯 張哲軒 姚漢語 檀門特別報導